已经打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我跟我女朋友也说过 我认了这么一个挺单纯的那么一个妹妹 我女朋友当初没多想 她有一次约我出去吃饭 等我到了家之后 她给我打一电话 说我的钥匙不见了 是不是在你这儿呢 我当时我说怎么可能会在我这儿呢 她说我去找不着你再找找看 我一看 她说真在我这儿呢 那我说那怎么办 那我给她送过去吧 之后我那女朋友就说 这个女孩挺有心计的 你别跟她靠得太近 因为那时候我女朋友也挺强势的吧 完了就是很命令式的跟我说 我那时候也挺不满的 就跟她吵起来了 从此之后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她用什么方式 加班她就给我发本信 我没看着 没看着 紧接着她电话就过来了 你在干嘛呢 你在哪呢 你跟谁在一起 我说我加班 她也不理我 就一直说 我索性我就说 我挂了 之后呢 她又给我打一句话 你挂了是跟别的小姑娘去约会去了 你怕我听见是不是 我那时候结稿啊 之后她也一遍一遍跟我打电话 我调静音了 等到我下了班 回来的时候 一看手机 53个微信 那都少的 至于吗 之后我回去 发觉到她在哭 我过去 刚准备安慰她 她起来就给我一巴掌 从那个之后 每次我只要跟我朋友 我跟我同事 一起吃饭 她都要跟我打电话 笨 你在哪呢 你干嘛呢 趁着说吃饭的时候 她能过来 我就过去看她不行吗 不是你担心什么 我是想一起跟她回来 姑娘你担心什么呀 我就担心她怕旁边有女生啊 每次给我打电话 嗯 晚我说 我们这儿真有事 谈生意 她说 谈生意 谁之前不告诉我了 那那个我不过来行 那你就 你就大声的说 宝贝我爱你 我有一次 我前女友吧 我对你那么好 你又提她 是不是 你看你今天在这 你也提她 现在不是说事吗 你忘不了她 你俩就能救情复燃 我没有救情复燃 我那时候 只是因为我前女友 她过生日 其实我之前 也挺那什么的 也挺愧疚的 就是说 作为一个普通朋友 我给她发一条 情侣之间分手之后 不可能做朋友 知不知道 紧接着她就 她就骂我 把我手机都给摔了 你就发了一条短信 我就发了一条短信 他直接 他直接看完了之后 拿了手机 内容是什么呀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你今天 祝她生日快乐 你明天发什么呀 明天发发 不是我爱你啊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 好好好 我那时候都已经过去了 紧接着 我也挺生气的 我就去我朋友那儿 紧接着 我朋友收到一条短信 他发短信 骂我说 我这个混蛋 说我忘恩负义 他怎么会发在你朋友那儿呢 说收回他 我当时我不知道 我就想 我就想 我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跟踪我 我就这么想 我回去质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 他说 我把你239个人的联系人 全都给复制下来了 我已经群发了 包括我的上司 我的同事 我的父母 他们都给我打电话 甚至那时候给我打电话 说我招惹谁了 我冲动就全发了一条短信 你冲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立场啊 你知道这样让对我影响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能发吗 我那么爱你我能发吗 我一切都为你着想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239个电话 你现在还都有是吧 有啊 我就想他要再走的话 我可以再发短信 我跟他坚决分手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每次 那小张你说捡你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要跟他分手 我拎着行李 准备走 他 直接 开车开车 全给我捡了 我还给你留了一两件的 没全捡 是 我穿着的衣服 你给我捡了 我就剩裸奔的份了 我就想留下他 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他讲这事 不也特不好意思 又难过也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也挺丢脸的 是吧 当然吃到临头又控制不住是吧 对啊 我就是爱他 真的老师 你们帮我留住的行吗 行 我们帮你帮你帮你 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我先跟女孩说吧 你的外表和手段 可以让男人停下 但是给男人的尊重和体贴 才能让男人留下 我真挺最重要的 我们听得已经很清楚了 你是怎么去爱的 爱的他只要怕呀 抢到了爱情 你却怕爱情被抢 而变成了爱情的乞丐 而这种爱情的乞丐的一个表象 就是你严重的怀疑症 我就受他伤害了 我才能没有爱情 不是吧 我听起来是你伤害了别人 而你怕被这样的伤害伤到 我也是被他伤害过 你所谓的被伤害都是你自己付出的那个因得到的这个果 这个抱来的挺快的 所以应该怎么办 爱一个人 要爱的有尊严 不光自己有尊严 而且你要给到对方尊严 你的确非常缺失安全感 你想拥有这个幸福 但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和信念 所以你用了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方式 越用力 他跑得越快 那我怎么能把他留下来 那你就能不能体贴一些温柔一些 不要那么干涉他的生活乃至事业 不干涉我会难受啊 为什么难受呢 你怕什么呀 我就怕他又跑了 你怕他遇到像你这样的女人对不对 没有我挺好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男人在社会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女人 如果他自己不具备抵抗外界的诱惑的话 你再怕他照样也会离开你 就是该是你的还是你的呗 不该是你的你留也留不下来呗 对对对对 你动这就好了 来 但是我一到自己就糊涂 萧老师赶紧帮帮那糊涂姑娘吧 在我眼前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姑娘 是一个小孩 是一个三岁小孩 对就是这样的 我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 我就使他都不认识了 来 请萧老师给你分析好吧 不急啊 然后留住他 好 许总的小孩也是三岁啊 对 三岁小孩呢 看到一个玩具 一个同伴在玩一个玩具 觉得很好 他下意识就会要去抢 抢到手了之后 变成自己的了 这下我开心了 但是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怕别人再去抢走 这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 你的思维是非常的单一的 所以说你才会完完全全 不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去什么群发短信啊 包括去捡衣服啊 有没有考虑到别人会很怕你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带来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 你完全都没有考虑过 另外 你有没有想过 你越是这样强行的管住他 实际上是带来是一个负效应 姑娘 你知道 做过小偷的人这辈子怕什么吗 怕多少啊 小偷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被偷 因为他知道被偷的滋味 而且小偷还分两种 一种是心怀愧疚的小偷 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是非法占颜 所以他可能会被偷来的东西 好好地珍惜 而很可惜你属于另外一种 你不知道感恩 你没有愧疚 你听你刚才说什么 我不找他的话 他女朋友跟他也好不了多久的 你的意思是这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而一个不懂的 一个没有内疚感的贼 你说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他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他就是一天到晚守着自己偷来的东西 生怕别人再被他给偷走了 那我不是偷 你不是偷是什么 他当时跟他分了 然后我俩才在一起的 我俩又不是地下情什么的 你在VCR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用了一点小手段 把他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那我对他好也算手段 对不对 我对他好也算手段 你还在这种面积 我本来不想说你 做了坏事有点愧疚 还能赶得过来 怕就怕 你这个做坏事做得那么理所当然 觉得我偷了 这就是我的 我不来的话 你跟你男朋友也会分手的 这样的贼是一定会遭报应 还有你 你从来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你说偷就被偷过来了 是吧 偷过来了之后 对你百般的凌辱和监视 你也无法耐忽 别说的老师都冤我 我们今天说这些东西是为了帮助你 你以为我说你我过瘾 是吧 你跟我近日无冤 远日无仇 我干嘛要说你 还是关切你呢 如果今天你们要走下去 我想告诉你的 你也是个女人 偷了别人的东西 至少要得有愧疚 做人要将心比心 你的幸福是以别人 一个女人的痛苦为代表 所以一方面你要对别人心存愧疚 另外一方面就要好好珍惜自己 来之不易的东西 还有你 自己的命运能自己主宰 自己还得有点自己做自己的主见吧 因为我之前伤害我的前女友 我只是想把我之前把我这个感情 加倍地付出到她的身上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两想获得更大的幸福 就请你们一条心 一条心 虽然对方过去都不那么光荣 但至少走在一起了 至少要彼此暂时的信任 知道了 知道了是吧 那就好 行吗 谢谢老师 做得到 能啊 生活是有底线的 只要你出去她底线的时候 她当然会这样 你的底线何在 你的底线何在 都别着急 你现在要取得的是她的信任 我希望老师能能留到她 你的愿望是 让我们来帮你把她留下来 对 可你在破坏你自己现在的这个爱情 你把你这个未来的老公 把她虐待成这个样子 是你一刀一刀地在斩断情思 不是我们能把她说回来的 这要看你怎么做 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做起 不要去强调 都是客观条件 你们都帮我去忙 都帮你忙 大家希望你们在一起 我们永远希望 有情人终尊见识 对 可是你刚才 一句话都不让你这男朋友 这是要伤感情的 知道吗 姑娘 你光看到你自己的感情了 你没有想到对方 是怎么在你的威逼之下生活的 哎呦 我把小伙子都说哭了 他怎么生活 他一个男人要面对社会 苦苦打拼 要面对家里你后院 他怎么生活 张老师气坏了 姑娘 我觉得你还是 太小了 就是你还没有从一个小女生 过渡到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 就是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 你以后能 渐渐地学会长大 学会用理智 用智慧 来解决 问题 而不是用剪刀 甚至是 一种暴力 这不是我们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我们女孩子要以柔 可刚 好吗 我都知道 但是我一到那时候 那就去做 那就去静下心来去做 试一试 没问题的 你爱她们 你就应该去改变 对吧 来吧 面对你男朋友吧 也别哭了 个大男人 为这点事哭 姑娘 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 目的性太强 我们不注重过程 你想想看 当初你追她的时候的那份自信 这个自信现在去哪儿了呢 我倒觉得她今天离开你 可能是一件好事对你 别劝分 其实没有谁说劝分还是劝合 没有分合 只是把道理说清楚 让你们真的明白 我之所以 比较激动吧 并不是 我觉得很委屈 有个 我听了到被骂的时候 我心里不是输 你还爱我的是吗 你还喜欢我的吗 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法 一次次的去挽我的心呢 你看她真的爱我 你们也知道她真的爱我 你看不爱我 她不会这么难受的 姑娘你怎么了 这爱是能拿来一次一次伤害的吗 你还想怎么玩啊 你再怎么管理情绪啊 在这个现场 你都管理不了情绪 你在生活里 怎么管理你的情绪 今天我们就说了 小伙子跟她回去吧 她是爱你的 隔天你又来了 在哪儿呢 跟谁吃饭呢 吃的什么饭呀 不会的 我保证 我真的保证 行吗 不会那样了 真的不会了 你想想吧 控制情绪 你别哭了 哭什么呀 你哭了行吗 知道吗 我看你受伤害 我看你难受 你要是原谅的话 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我还回到以前那样 行吗 一会儿的话 你就别离开我了 咱们 咱们和好住 咱们冰婚 行吗 行不行 答应我呗 行不行 你知道吗 姑娘 你现在已经重复